ROOM3也是我們梅花3 那前面四場比賽則是由我們的個人賽 第一場比賽可以看到是我們的保羅對上我們的Owen 一開始就是兩個王牌等級的選手對決 這裡比 而且他們比的是城鎮命運之強 對 沒錯 而且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兩位選手是我們曾經與我 四手打 去K1擊敗大陸的選手 然後就拿下我們K1總冠軍的 兩位曾經是昔日隊友 那我們就來合一點的問題 你覺得你比較希望誰贏 我覺得 我希望我可以贏 所以現在春春下場賽兵的位置 我們上去來個三人大混戰 對 OK 沒問題 我希望橘子熊可以獲勝 因為他們都橘子熊的 對 都橘子熊的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這場個人戰馬上就要開始 究竟是我們的Owen可以問Proof3拿下第一分 還是我們的保羅可以率先問TNS拿下第一分呢 對 沒錯 其實這兩隊 這兩個選手都有特性 我們的Owen是比較屬於領跑型的選手 我們的保羅是比較屬於我們偏助攻型的選手 沒關係 他今天平常在做助攻 今天是因為平常我讓你的 今天我不想讓 我就是要把你Owen在這裡做一個擊敗 可是Owen平常習慣領跑了 哇 這裡撞到牆壁了 對 那平常保羅都說 以前我只想讓你領跑而已 其實我領跑的直立也是一流的啊 對 這裡領跑實力究竟有沒有辦法成為一流的 就在這裡 一對一單挑下可以分個高下 哇 這裡機器人很危險 可是兩個人都擦肩而過沒有被兒子給打下去 對 那兩邊選擇的路線相當的扎實哦 最後的話有右甩接左甩 順利的通過之後 我們保羅還是接到我們後面的位置哦 其實對高手而言 跑程車命運之小時 只要看到第一個機器人的節奏時 都可以算到後面的機器人大概在哪個位置 對 通常如果有一個計時路線的話 基本上後面的機器人是不會差太多 除非你中間有發生車禍 或是逆向的話 你就很難去判斷哦 所以只要你能夠掌握第一個機器人的位置 其實對這兩位頂尖高手而已 後面要再被機器人撞到 其實是有一點點困難的哦 可是現在看到跑完第一圈 我們的保羅其實已經差到第一名的位置哦 證明自己的機會就在今天的 究竟他有沒有辦法戰勝歐文呢 對 是保...哇 其實是隊友的對決 我們歐文跟保羅 這樣的話 我們歐文剛才一個劍氣是成功 將我們保羅給卡住 這邊機器人的選擇差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保羅想要抓一個內線 哇 這個內線其實抓得很漂亮哦 成功抓起來 可是換歐文抓一個內線 以後也抓到前面 可是這裡保羅的位置其實沒有太遠哦 這裡機器人會不會打到他那補位 哇 這邊歐文剛才非收過新的失誤 讓我們保上到前面的位置 哇 那這裡其實 TeamMace的保羅保在前面以後 這裡機器人打不到他 其實再過一個打完 大家要轉給救手 關鍵是最後這個右溪彎加機器人哦 能否逆轉的看 這個右溪彎的托票的掌握度了 哇 這裡機器人有沒有要打人 都沒有打到 尾流是關鍵 尾流是關鍵 開啟尾流 哇 最後一個超車 可是這裡保羅還有機會 因為剩下兩個搬到有沒有機會 超車的尾流超車 加機很漂亮 加我們歐卡後面的位置 這個卡位之後 直接先判我們歐文的死刑 恭喜我們的 拼S的保羅 拿下關鍵的第一分 對 果然在這裡證明了 平常不是你能領跑 而是我讓你跑的 對 沒錯 今天我不跟你拼速度 我跟你拼對抗 最後一個彎 直接對抗卡死我們的歐文哦 所以就符合我們 曾曾有提到過 這個版本 最重要的是卡位 對 是卡位 而不是速度 速度快沒用 一個尾流就過去了 對 前面我跟你後面 跟著老半天 最後一個彎道 直接把你 設在 定在牆上 對 其實尾流 開始的時機很重要 其實剛剛 歐文在過 保羅的瞬間 那個長度的 保羅應該還可以吸那個尾流 只是歐文還選擇走正常路線 而讓保羅吸到這個尾流 之後一個超車之後 做一個外甲內 成功的拿下這一分 對 成功的讓他 剛才說就是把歐文在 定在牆上拿下第一場的分數 不過不得不說 剛剛兩位車手都表現得非常好 都非常的理想 不到最後一刻 真的不知道誰會獲得 就是他們從起跑移路到終點時機 真的 我必須說真的是有熱血的感覺 因為真的 沒有分開過 沒錯 這就是冠軍賽 冠軍賽 應有了 TING S跟我們梅華山 前職業選手的大比 還有這個前隊友的特殊性 然後特殊性 然後關係 對 分開 就兩個可能感情一樣好 所以首先走到終點 對 讓我想起 之前我們之前